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 3R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 OLED显示实验 那么在讲解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参考资料 对于我们站前版和经营版的话 那么可以参考F1开发指南 扩善数版本的第17章 OLED显示实验 对于迷你开发版的话 可以参考不完全手册 扩善数版本的第15章 然后对于我们的探索者F4开发版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F4开发指南 的第17章 那么这个对于不同的平台 那么大家参考不同的手 对应的手册 这个OLED实验的讲解 那么在我们手册里面 实际上对于OLED的显示原理 或者说圆满的讲解 都是非常详细的 大家在看我们这个视频的过程中间 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 对配套的手册加深理解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OLED 我觉得什么是OLED的话 这个应该也不用我们多讲 很多同学应该都能够明白 因为看现在看新闻里面 涉及到OLED的内容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在我们从2003年开始 这个MP3显示 MP3播放器非常流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开始 OLED的应用就非常的广泛 那么到了现在的话 在我们现在的可穿的设备非常流行 那么在尤其是一些智能手表 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OLED显示屏也是用的很多 那么它有一些特点 它是自发光 不需要背光源 对比度高 厚度薄 是较广 那么它有很多优点 同时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就是说它还是价钱还是比较贵 因为它性能比较好 看起来也比较炫 所以它价钱就相对比较贵 同时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OLED的尺寸 比较难以大型化 所以它对于越大的这个尺寸 那么OLED的价钱 它是几 它是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Alintake的0.96寸的OLED模块的一些特点 那么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OLED模块 它是它的大小是只有比硬币大一些 那么我们是有单色和双色可选 那么单色的话是纯蓝色 双色的话是蓝黄双色 这里要注意 对于这个双色的话并不是真正的双色 它的每一个点实际上也只能显示固定的颜色 只不过有三分之三的区域 前面三分之三的区域 它是显示黄色 前面四分之一的区域是黄色 后面三分之三的区域是蓝色 这里大家要区分 那么它的尺寸很小 0.96寸 那么它的宽度 它的大小只有27乘以26毫米 那么它是个高 分辨率还是挺高的 虽然它很小 它有128乘以64的分辨率 它比我们传统的12864的显示屏 要小很多 那么它是支持多种接口 那么有四种接口 66800和8080的并口 以及四线的SPI和iPhoneC这样的方式 那么这里的话 有一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LED模块 是3.3伏接3.3伏工作 包括它的L口 那么你不能接5伏 也不能接5伏的L口 如果接了就可能烧坏 这里大家要注意 那么这里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LED模块的实物图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它支持四种模式 那么实际上是在我们硬件上面 是可以来设置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 它有两个 B1和B2用来设置这个 我们用哪种模式 从硬件上设置的 如果我们BS1和BS2都接11都接高 那么它就是8080 我们默认就是8080 比如说都接D就是四线的SPI 然后其他的iPhoneC和6800 那么在硬件上是这样连的 实际上在我们原理图里面 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BS1 它的实际上这个中间 大家可以看 这个中间的话 它是三个角 中间的话连的就是这个 OLED显示屏的BS1 BS2也是这样子 然后它一端 比如说这个三角 它连的是D 一角的话连的是高 所以我们在硬件上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中间的 跟上面的连在一起 那么它就是接的VCC 跟下面的用烙铁连在一起 它就是接的D 就这样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修改 那么对于我们OLED的原理图 的话就很简单了 这个上面实际上 开放的是我们OLED的裸屏 显示屏 然后它这里面很多个引角 直接是我们是连接到我们接口 然后还有一些 这里是选择这个接口方式 然后对一些其他的地方 一些电容啊 电阻啊 这个就是连到OLED显示屏 这个很好理解 然后我们关键 我们要讲解的是 OLED的这个接线 这些引角的意义 以及它的时序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接口信号线 OLED的接口信号线 我们是以80的并行接口为例 那么它有CS引角 就是骗选的引角 那么骗选的引角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说我们要使用OLED 要跟它通信 那么我们首先要骗选 然后有个WR和RD 这两个引角 那么我们向OLED写数据 我们是要用到WR 我们从OLED读数据 我们是要用到RD 那么对于数据口 不管是输出还是输入 那个数据的口 就是一个八位的双向数据口 我们叫D0到D7 然后对于复位OLED 它也是用了一个引角 这个比较好理解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DC 就是命令数据标志 比如说是0 那么我们就是读写命令 是1就是读写数据 因为我们这个OLED 采用的控制701306 我们对它的操作 实际上是有一些读 有读有写 那么我们在向它写 写数据的时候 写入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可能是命令 也可能是数据 这里大家要注意 或者说读的时候 可能是读的是 读某个东西 或者读某个数据 读某个命令 那么我们是通过这个 一个引脚来区分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OLED8080 并口的读写的过程 也就是它的时序 那么这里 我们先来看 这个并口的写时序 实际上这个时序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我们是写的话 所以我们的R的D 是要设置为高的 因为我们是写 那么这里还有读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对应的 WR要设置为高 就是我们这里的 这两个引脚 我们是R的D 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 我们要写的话 我们就用的是R的 WR来控制 那么R的D要设置为高 然后我们要读 WR的设置为高 我们是用R的D来控制 然后DC 这个也好理解 这个是用来控制 我们是写数据 还是命令 我们要写数据 那么就把它设高 我们要写命令 就把它置低 这两个都很好理解 那么关键的是 上面的这三个信号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CS的话 其实也很好理解 我们要去操作它 不管你是读 还是写 还是命令 是读写命令 还是数据 那么都要怎么 都要把它拉低 骗选 我们才可以操作 那在拉低骗选之前 比如说我们要写 我们要写的话 它是在什么时候采集呢 它是我们这个数据 是放在数据口了 然后我们要把 在这个WR的上升言 它就把它写进去 然后对于我们读的话 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把数据 我们要从这个D0D7读出数据 那么我在偏选之后 那么在R的D的上升言 那么我们就把数据读出来 那么这个时序 实际上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主要是看什么呢 我们主要是 我们等一下会从程序的角度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分析一下我们这个时序 怎么从程序的角度来实现 那么这里的话 这个时序 大家不理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实际上就非常简单 就是偏选之后 在这个控制引脚 比如说写的话 就是WR来控制上升言 它把这个数据写入 那么我们要写命令 还是数据是由DC来确定的 然后如果是我们写的话 就把R的D字高 读的话就把WR字高 这个都非常容易 他们都是在上升言的时候 去进行数据的采集 或者写入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OLED模块的缓存 那么实际上OLED 它是一定大小的显示区域 那么这个显示区域 它是在这个内部 是对应的是缓存的 也就是说我们往这个缓存 某个位写一 这个点最后就会亮 写零它就会灭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OLED 它是采用的SSD1306的芯片 所以它的显存 一共是多大呢 一共是128×64 四个bit 这里是bit 那么它对应的 就是我们128×64的分别力 的OLED的显示凭整 这个每一个点 那么13064将这个显存 分为了八页 每个页包含128个字节 总共八页 那么这样的话 刚好是128×64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OLED的宽度是128 所以它显存 一共有128列 然后我们OLED的这个宽度 我们的高度是64 然后它实际上 它的行也是64行 只不过 它把这64行怎么分呢 按页来分 每一页是有八行 相当于每一页有八行 那么它一共有八页 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应关系 就是说这个显存 跟我们这个OLED的每个点 是这样子对应起来的 那么我们操作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以页为单位来操作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程序里面是怎么来实现的呢 我们在我们STM上 二来做的时候 我们是在我们程序的内部 建立了一个缓存 就是128×8个字节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数组 它是128×8这样的一个二维数组 那么它是128×8的这样一个字节 实际上在我们后面这里有程序 128×8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等下我们会讲 那么我们定义了这样一个数组之后 我们每一次修改的时候 我们就修改这个 我们这里定义的这个缓存 定义的这个缓存 然后我们在修改完之后 我们一次性把这个缓存的数据 写入到OLED的Grain 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 STM上的内部 我们定义这样一个数组 128×8个字节 实际上就是128×64个位 然后我们这128×64个位 它与我们OLED的每个点 我们把它实际上对应起来 在我们每一次去更新显示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么 我们就把这个缓存的数据 一次性的写到OLED的Grain 去更新OLED的Grain 那么就更新了显示 那么这样的话 它有个坏处 就是对于S-Rain比较小的单面机 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的S-Rain很小 它可能建这么大一个缓存 它比较好内存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讲 之所以把这个显示原理放到这里 是因为跟我们这里的 这个OLED的显存对应起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讲解这个SSD的 1306的这些命令字 那么这些命令字的话 我们这里实际上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六个 那么我们依次来讲解一下 首先的话 命令就序号为0的 它这个是命令是叫810X81 那么它是怎么呢 它是用来设置对比度的 它包含两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的话 就是我们要发送0X81 这是一个一命令 前面我们讲时序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通信 首先要确定是数据还是命令 我们首先要发送命令 然后后面紧跟着一个8位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用来设置这个对比度 你的量数据越大 对比度就越高 然后第二个 也就是我们这里序号为0的 那么它是显示开关 就是说我们开OLED的显示和关OLED的显示 那么它的这个高期位都是一样的 都是固定的 然后它的最低位 如果我们把它设置为0 就关显示 设置为1 就开显示 那它只有一个字节 就是说我们写这个A1这个命令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关显示 写AF这个命令 就是开显示 然后紧接接下来的一个是8D的这个命令 也就是序号为2 那么它的作用是电号棒的设置 那么我们要显示的话 实际上我们要开启电号棒 那么它也是由中间的某一个位 才来控制开关的 虽然它是后面要跟一个8位的字节 那么其相关的位 有些位是固定的 有些位是可以随意的 这个是比较简单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后面三个这个指令 那么首先的话是B0到B7这个指令是什么呢 我们用来设置页地址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OAD 要画某个点 那么写之前 我们首先要设置这个页地址 就是我们要写的是哪一个页 然后这个页地址的话 实际上它的这个高五位 设置的这个命令的高五位 它是固定的 那么第三位是用来设置的 因为我们的页最多就8页 所以它用三个位就可以了 那对应的与页0到7对应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写页0 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写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1010 10110 后面N三个0 写这个命令 那么就设置了页地址 因为它会这个里面的1306的控制器 它就会去判断 前面是110 代表着我们就是写页地址 然后写完页地址之后 我们确定了我们这个 比如说写的是这个页 页码是4 假如 那么这页有128 128列 还有8行 那么到底我们是 我们页地址确定了 我们是要写哪一列呢 就有列地址的低四位 和列地址的高四位 因为它是每次按8个字节来写的 那么这里就有128列 所以它就通过这两个命令 去来确定我们写哪一列 所以这个命令的格式 这里是很容易区分的 前面这里是0000 就是写这个低四位列地址 然后前面是1000 就是写列地址的高四位 那么这个后面就跟着 是我们要写地址的高四位 还是低四位 那么对这几个命令的话 还是比较好理解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着重是讲解这个程序的实现 逻辑 那么首先的话 就是有一个OLED的初始化 那么对于OLED的初始化的话 可能很多同学 在看代码的时候不能理解 那么实际上OLED的初始化的话 首先我们要进行复位 OLED1306 那么复位的话 在我们这里 实际上就是在硬件上面 有一个什么 有个控制复位的引脚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里面有一个引脚 是控制硬复位 那么复位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驱动IC的初始化 那么这一段初始化代码 写很多个命令或者数据 那么一般你的OLED供应商 它会给你这一段代码 或者数据手册会有 然后我们就开显示 开显示的话 就是我们调用命令 然后清零显存 就是把这个显存 每个点都设置为零 然后开始显示 开始显示就是我们要去 比如说画某个点 显示某个字符 那么这个过程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初始化代码 我们OLED的初始化代码 一般的话都是前面先是初始化 它对应的IWO口 比如说我们要把IWO口 设置为推网 对应的IWO口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命令 写这些命令 最后就是清评 然后等待我们需要 调用相关的函数来显示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从实际的代码 里面再去看一遍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讲的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写时序 我们以写时序为例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时序 怎么从代码中来实现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字节 前面我们讲了 我们是写的话 这个R的D 我们就不用管 我们把它设置为高就OK了 如果说是写 然后对于这个DC 对于DC的话 我们是写数据的话 我们就把它设置为高 写命令的话就设置为低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很好理解 然后对于我们写之前 我们肯定是要先拉D 拼选 然后我们把数据 放到这个L口 最后我们在这个WR的上行言 就写入 所以我们代码里面 怎么来实现的呢 我们有一个OALD WR 就是WriteBeat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的话 就是我们要写入的这个数据 或者命令的值 然后第二个参数 实际上它是用来确定 我们是写命令 还是写数据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一表示数据 零表示命令 比如说 那么在我们写之前 首先我们要怎么 我们把数据 放到这个数据口 这就是我们第一行代码 放到数据口之后 我们就判断 如果我们是写命令 那么就怎么办 就把我们这个DC 制高 这里的 虽然这里标注的是Rs 但实际上就是操作了 我们这里的DC 然后把它制高 如果我们要写的是数据 我们就把它制低 那么这都是通过 红定义 来设置的 Set叫做制高 Clear叫制低 等一下可以看 大家可以对照 我们实际的代码看一下 实际上它是操作 操作的R口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干嘛 我们把数据放到这里来了 然后我们就要片选 片选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 WR拉低 再拉高 产生一个什么 上升延 大家可以看 WR拉低 Clear 再拉高 产生一个上升延 那么这样的话 数据实际上就写完了 锁存起来 写到了这个控制器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把CS 偏选拉高 因为我们要等待 后面的操作 那么以及把我们这个 RS 就是我们这里的DSDC 我们也把它拉高 因为我们后面 我们要去确定 此数据还是命令 为我们下一次做准备 那么这就是写的过程 那么对于读的过程的话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 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代码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函数 叫更新缓存 叫OLED Refresh Train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一段代码实际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用的是我们这几个命令 那么比如说 首先我们这里建了一个 这个128乘8个字节的 这个缓存 对应着我们OLED上的 这个显存的某一个点 128乘8 它是个字节 然后再乘8 刚好就是128乘64 那么我们这个OLED Refresh Grain呢 就是我们 我们每个时刻 我们比如说 去调用某些函数 我们操作了这个缓存 但是这个缓存 只是我们STM32的缓存更新了 我们要把它实实在在的 更新到哪里去呢 更新到我们OLED的Grain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里的步骤 就是什么呢 先一页一页的写 因为它对应的是 整个显存区 所以我们把它先按页 那么我们有8页 所以从0到7 那么比如说 我们先写页0 确定 那么写页0的话 我们就是要选择页 那么选择页的话 这个发生的命令 就是我们这里讲解的 B0到B7这个命令 确定我们要写的是哪个页 然后确定这个页地址 比如说我们写的是 页4 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确定 我们要写的这个字节 要写到哪里呢 要写到列 哪一列 然后我们在这里 设置列的低和高 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 可以看 我们这个列地址 实际上我们是要写 这个命令和这个命令 那么对于我们的 低四位和高四位 我们这里都写的 都把这个下面设置的为0 因为我们这个00 是相当于这里设置为0 后面也是0 然后10 这个高四位 它是10 那么相当于这个后面的这个有效的数据也是0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一页从它的最开头开始写起 起始地址 我们叫起始地址 是从最开头开始写 然后每一页有多少个列呢 有128列 所以我们这里从0到128 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就是写一个字节到哪里 到我们的其论 因为我们确定好了 什么列地 确定好了页 以及确定好了列地址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写数据的时候 就是更新我们OLED的真正的缓存 大家可以看 Rodbit直接紧跟着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写的这个OLED计论里面的某一个字节 把它写进去 它对应的就是我们某一页的 这个OLED的选存的某一页的某一列 要显示的数据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行数有什么用呢 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在外部 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点 那么实际上我们去调用画点的话 我们更新的只是这个缓存 那么我们调用画点函数结束之后 我们一定要再调用这个函数 把它更新到OLED的显存 然后这里那么就到了我们的画点函数 那么画点函数就很简单了 就确定我们这个OLEDG-Rain 我们这里定义的这个数据 它的每一个点是跟这个OLED显示屏上的 128×64个点对应的 所以我们确定这个每个点 我们要写我们要要比如说要把 它是1要相当于是点亮 那么我们要把它写到这个 我们这个缓存定义的缓存的某一个字节 在某一个位就OK了 那么这个计算的过程 我觉得学到SKM32 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去看懂 因为我们128×8个字节 就是128×64个点 比如说我们要画点 我们假设是画到OLED的100 100这个点 我们要显示这个点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里面与它 与这个点对应的点 与这个OLEDG-Rain 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缓存里面 某一个位 某一个字节的某个位 先去把它更新 所以我们调用画点函数之后 我们后面肯定是要去调用什么 肯定是最终要显示的话 我们还要调用我们前面的RefreshG-Rain 那么最后我们要讲解的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OLED ShowChar 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我们画点 我们也知道 我们这里有画点函数 我们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显示一个字符 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1608的字体 1608的字体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一个字符 比如说 它显示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OLED上面 它是占用了 高度是16 宽度是18 宽度是8 也就是16乘以8 这样个点 就是18是8个点 它的高度是16 宽度是8 那么我们怎么来显示一个A 到我们这个 显示这样一个 写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直接可以去显示一个字符 到我们这个OLED上呢 实际上可能很多同学 写对字库有了解的话 实际上是了解过这种原理 那么实际上 首先我们在讲解这个程序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里 我们的程序里面有很多个码表 我们以1608为例 那么对于1608的字体 比如说 这个0 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 and 我们以and这个字符为例 那么这个and这个字符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它这个下面 我们定义的是个二维数组 那么and字符 它对应的在它的码表里面 它一共是有多少个字节呢 一共是有16个字节 为什么是16个字节呢 那么这些字节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1608 1608 我们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一个字符 这样的是16个字节 那这16个字节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在我们OAD上面 你这个点要么是显示 要么是不显示 所以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扫描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某个字节 我们就用一个字节 可以对应着我们显示屏上的八个点 这个大家应该能理解 那么我们以这种扫描方式 我们一个字节 比如说这个字节 第一个字节 那么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里面的最左边 显示屏的最左边的这八个点 然后第二个字节 因为是16位 所以刚好可以容量下 第二个字节 然后第三个字节 我们又从这个上面开始 第四个字节 那么刚好这样下去的话 大家想想要多少个字节 高度要两个字节 宽度要八个字节 那么刚好是16个字节 所以我们这里的16个字节 它的作用实际上 就是对应着我们这里显示的 每一个字节 对应的是八个点 这样子来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解 大家可能能够明白 那对于这个1206的字体 那么同样 它有多少个字节呢 因为1206 它的高度是12 宽度是16 那么12的话 大家想想 我第一个字节 占了八个位 第二个字节八个位 但是第二个字节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 还有四个位 还没有用到 所以我们就可以 我们用的是多少个字节呢 高度是两个字节 宽度是六个字节 宽度是六 所以是12个字节 但是对于这个中间有一半 就是有部分字节 就是它只用到了它的四位 高四位 低四位没用 那对于这个32 比如说24 乘以2的字体 它有多少个字节 代表一个字符呢 我们来想一下 24 乘以12 那么高度的话 肯定是要多少个 三个字节 宽度的话 宽度的话是12 所以它就是36个字节 那么接下来的话 从我们代码里面 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 所以这里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从代码的层面来实现的话 实际上也比较简单了 就是把我们这个宿主 比如说我们先得到这个宿主 把我们宿主 我们要显示的字符 对应的宿主 里面的 我们是二位的宿主 那么它对应的行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 我们这里按的 对应的是这个行 我们把这个数据先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取出来之后 然后再就把这个数据进行分析 以位 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进行这个0 X80 就是把它的最高位 拿出来去画个点 如果是1就画点 不是1就不画 然后画了之后 我们又把这个左移位 就是把每一次 每一次我们有8个 不是我们刚才讲了 一个字节占8个位吗 那么最高位 对于是这个 那么我们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处理第二个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这个左移 次高位变成最高位 然后我们这个下面还有一节处理的话 实际上就是处理我们类似这个1206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字符 我们到了Y-Y0等于size Y0的话就是我们最开始的这个Y坐标 然后Y到我们Y-Y0的话 如果说它等于size 如果说它等于size 就是说我们的size如果是12 那么我们更新到这个高度12的时候 后面我们就不要了 那么我们又从Y0开始 然后X加加 就是我们这个列要加加 那么对于这段代码实际上也还比较好理解 那么这里对应的这个偏移词 这个实际上是对这个ASC码进行一个减法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某一个我们在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宿主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的目的就是去找它的 在我们这个二维宿主里面找它的位置 所以这个这里也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对于这个码表是怎么生成的呢 不是我们自己写的 实际上是用这个工具 那么对于这个工具在我们光盘的软件里面 软件资料里面有 因为这个光工具实际上涉及到一些版权 所以我们这里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个工具 我们也不进行详细的讲解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我们相应的手册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是对应的这个开发版 我们来讲解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打开我们探索者的光盘 然后找到这个OLED显示实验 我们来对照这个代码来讲一下 过一下我们这个OLED显示实验的代码 因为刚才我们实际上在我们PPT里面已经讲了 首先我们OLED的驱动代码在这个hardware分组下 然后这里面有OLED.hOLED.c 那么对于这个.h文件的话 那么就是一些函数的声明 然后这里与底层硬件打交道的话 我们是通过这个未代操作来定义的一些红定义标志服 然后这里大家需要注意我们有OLED.hOLED这样的一个红定义标志服 唯一的话我们就是8080模式 为0的话是四线的创行模式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OLED.c里面 那么首先是OLED的初始化是在这个最后面 那么对这个初始化的话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OLED的相应的L口视作为推往输出 使能时钟 那么这里对于不同的模式 那么我们要用到的L口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通过判断实际上来预编译的 然后初始化之后就是一系列的命令 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在我们OLED供应商 它会给我们提供这么一段代码 这个的话我们这里也不去深究它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函数 首先的话就是这里的这个Redbit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函数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方法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RefreshGrain 这个函数的话是把这个我们这个显存 这里的显存的数据实际上更新到我们OLED的显存 这个我们刚才也已经讲了 然后这里还有DisplayOn DisplayAll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PPT里面刚才讲的 它Down的是什么呢 它是操作这个操作我们PPT里面 这个关显示写这个命令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这里实际上是写的是这个AE AF这些东西 对于Clear的话很好理解 就是把我们OLEDGrain这个数据里面每一个都变为0 那么对应着每一个这个OLED的显存的话 我们就把它更新进去之后 那么它就都是0 那么就关闭显示 画点函数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画点函数它并没有真正的更新 OLED的Grain 它只是更新了我们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每次Down这个之后 我们要去调用这个更新这个显存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里的OLEDFill Fill的话就是写一个区域 画一个区域是什么颜色 那么实际上它Down的也是画点函数 那么这里只是通过数学对每一个点进行一个画 大家可以看两个循环长宽就进行画点 那么画点之后我们这里就Refresh的Grain 就是说立马就显示 那么对于这个show char我们刚才讲了 那么这里我还重申一遍 那么这个ch等于ch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OLEDFont 这个里面定义的是这个 定义的是什么 定义的是这些字库点证集 那么它的最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们这里的空格 那么空格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这里是按照什么来着 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需要顺序实际上是按照这个ask码来的 那么所以我们这里之所以我们要选 我们要去我们我们去对它的ask码进行减 因为这里的话实际上减这个减的就是它的ask码 所以我们减出来之后 比如说我们要显示什么呢 我们要显示这个赶上号 那么赶上号我们把赶上号的ask码跟它的ask码进行减了之后 那么就肯定是得出来是1 所以1的话就是它对应着在我们这个二维数组里面是哪一行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找到了相对于得到在我们这个数组里面的偏移量 然后就可以找到它对应的数据 那么对于其他的话 不管是修number也好 修strain也好 最终他们掉用的都是什么 都是修chel 修chel 只是进行了一些算法 那么这些的话 大家回头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刚好也是对自己的编程能力的一个提升 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每一行每一行代码 我这里也没有这么多时间给大家讲 我希望如果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这么深入的话 或者说自己写一些底层驱动来练习 那么也可以参考我们这个代码 先把我们这个实现的逻辑理清之后 然后自己写一些自己想要的代码 甚至说比如说我写一个汉字显示的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的 只要你能够把我们这个代码看懂 然后自己去实现自己的汉字显示 那么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的话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